剛剛的程式其實並不多啦 不過可能比較要特別注意的是這個跨工作表 另外的話就是這個Auto Filter 篩選 複製剛剛同學問為什麼沒有貼上 其實它一行就等於是複製跟貼上 兩者都有 那不過這個Copy的話 它是把資料call過去 只call資料 它沒有帶任何的格式 貼上有所謂的選擇定貼上 如果你要選擇定貼上 可能有另外一種寫法 也可以寫得出來 好,那最後的話呢 我們就是再來就是說 把這個,所以這兩這個 我們要拿這個先複製好了 那其他的話再加上注解 注解把它,這也把它加上去 那如果我接下來的話 我就要清除的話 有沒有,做完了 這個是要清,清除的話 那怎麼寫比較快 其實前面我們是寫一個4回圈 那我是建議如果你要清除的話 乾脆知道 這一欄 把這個選擇 按dele cancer 這樣比較快 可是如果說我這一欄 一整欄要刪除的話 程式該如何撰寫 其實這順便在學一個物件 什麼物件呢 叫欄物件 清楚,enter 欄的話就不太需要 我們列有學嘛,rows 那欄的話 欄叫columns Colu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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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刮虎后面的话 你可以给哪一栏 比如说我是A栏 A栏你可以把它 里面的资料清空的话 这个后打好了,先不要打 为什么?因为你打了刮虎的话 点下去它不会提示 清除的话就clear clear clear contents 如果你现在这样的话,变成说 所有的栏都会清空 我只要清A栏的话 你可以再刮虎加上A 这样的话 就指的是clear contents A栏,我们试一下 如果把资料帮我筛选过来 筛选完之后 如果我要把它清除的话 我就针对A栏 column a 可以帮我把它clear contents OK 不过它跑 跑那么久 有了 跑的时间稍微久一点 删除的话就是这整栏清楚 OK,这样子就 大功到神 所以这边的话基本上 就是再多学了 所谓的跨工作表物件 跟这个所谓的筛选 还有copy 其实这很好用 将来光filter 这个就可以用在所谓的做查询系统上面的变化 后面我看有机会我们再来谈好了 将城市没起行 那应该很好用吧 我觉得这些都是我平常还蛮喜欢用的 真的,事情从回常会问一些问题 我觉得好像是要做很多 这意思从回都会认为说要做很多事情 其实真的不用啊 两三下就OK了 远远会比什么 你用所谓的录制聚齐 来得简单太多了 当然如果你什么都还不会的话 录制聚齐也是一种方法 但是如果你会的话 那当然你可能就写刚刚的方法 OK好 那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待会请各位再帮我开启这个 所谓的中奖机率统计这个 那这个资料的话是来自于网络上面 101年跟102年那时候还有热透彩 不过后来我印象中是改成大热透 那本来的号码是1到42号 大热透变1到49号 等于是又多了7个号码 OK 那特别注意 101年的号码 各位可以看到 它的规则是这样 这个地方有D&I期 101年的99期 然后呢 这边有开讲日期 对讲节词 那主要我们需要的资料 就是D到J D到J里面的话 总共6个号码 加一个特别号 OK 所以总共1期 就是开7个号码 那7个号码的规则 就1到42号 OK 所以那我想知道101年 100年码出向下 总共开出几期 100-1就是99期 那102年的话开出几期呢 码出向下 105-1 104 所以特别注意哦 如果我希望在101跟102年里面呢 帮我统计什么 1号呢 它开出来的几率 是万分之多少 万分之多少 1400开出几次 请你帮我把1号的几率算出来 然后呢 再帮我把102年1号的几率算出来 并且帮我把2年的几率相加好了 然后帮我算出哪一个是排在第一名的 最好是因为刚好7个号码 然后呢 你就刚好告诉我前7名是哪7个号码 那这样下课的话 经过投注站 就可以顺便去买一张大勒托看看 会不会就有希望 那这次要怎么做 OK 特别说101年的几率 怎么做 这个范围 有没有 那所以第一步啦 我是建议 所以统计的话 怎么做 1 先用什么 用康乙扶 Range在哪里 Range在这里 101的这个范围 Ctrl 去个向下 有没有 开奖号码六个 大家特别好 在整个圈圈 记得哦 你不要用拉的了 我建议 如果你用向下拉一定会过头 而且很容易选错 第二个的话 条件是什么 Criteral 条件是1 1号 所以基本上你会发现 1号在101年 总共开出来17次 可是17次不是我们要的 所以应该怎么 除以它总共的号码数 所以除以 所以的话 顺便讲一下 有没有发现 这个范围 是不是符合我刚刚讲的 第一个 跨工作表 第二个 很大的范围 那应该怎么做 定义名称嘛 对不对 OK 所以以后 如果你看到是跨工作表 而且是一个很大的范围 通通都建议 你要定义名称吧 OK 不然的话 名称会太大 怎么定义名称 一样嘛 这个先切回来 所以1 请你先向右 选7个号码 Ctrl-Shift-向下 这样整理 选完之后呢 移到它的左上角 有一个名称方块 对不对 输入名称 那不过呢 当然我们习惯是101年 不过特别之后 这个名称不能 不能是数字开头 你不能说101 但是你如果前面加一个什么 加一个什么A 加一个B 或者加一个什么开奖 比如说我这边 名称的话 有中文或英文开头 那就没关系 但你不能用101 Enter 你会发现它这边说 你必须输入有效的参照 或什么犯 其实有效的名称 名称不能用数字 所以怎么办 我们干脆这边叫开奖101 好了 开奖101 Enter Enter之前我先复制一下 等一下10位也是这样 这个范围就叫开奖101 那这个范围的话呢 Ctrl-Shift-向下 先横向选七个 再Ctrl-Shift-向下 然后把名称输入叫开奖102 Enter 好 那我们这边的话 总继分析就可以看到 康乙福 然后呢 我刚刚就不用选了 直接把这边按F3 这边叫开奖101 帮我算一下那个范围 1号的有几个 17个 然后呢 再除以什么呢 除以它全部的开奖 等于是997乘以7 99乘以7 应该是693 不过其实不是要你用算的 你可以用什么 用Ctrl-开奖101 所以其实可以拿前面来复制 贴到后面去 然后把乙福拿掉 Ctrl-算那个范围里面有几个数字 然后呢 把开奖101全部算一遍 应该是693 所以 17除以693 那就会是什么 它的几率了 OK 但是呢 问题 我不希望 像这样的小数点太多了 我希望取到万分之多少 1万次 开出应该是245次吧 可是问题来了 这边有没有1万分 分母是1万的 好像没有 可是没有的话呢 我们可以有个方法 你可以先选1百的为分母的 然后用字帝 然后 怎么样呢 把100 后面加2个0 有没有 1万分之245出现 我们应该懂这个意思 所以以后呢 假如说没有某个格式的话 没关系 你可以自己 先选一个接近的 分数里面 用100当分母 然后制定一下 再自己补两个0 好 这样按确定 1万次呢 就有245次出现1号 其他的算完了 那1020怎么算 1020很简单 如果你用名称的话 复制之后取消 把它贴过来 改个什么呢 有没有 开奖102 因为我刚刚说开奖101 第二开奖102 所以以后如果说 你全部都用名称的话 那如果你有很多旗 你就开奖101 620314 14 到109 那不就全部做完了吗 打个勾就好了 那格式呢 要套用他的嘛 所以可以用什么 U7 这个 这个有一个刷子 刷一下 然后刷这里一下 然后再向下填满 做完了 算完了 合计的话很简单嘛 就两年把它相加就可以了 等于什么 这个年加上这一年 然后向下填满 那排名的话呢 利用什么 插团数 一样是统计类里面的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用过一个叫rank.equ的 R开头 R开头 rank.equ这个 那2007以前的版本叫rank rank 没有.equ 那这边的话你就rank.equ按确定 它的合计结果 就number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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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从第二 控制 向下 这个范围 那不过这个范围呢 等下向下填满不能改 所以记得要把1跟43前面加前的符号 因为这个范围不能变动 ok 那order的话呢 0或省略 表示递减 意思是说呢 它的合计越高的 排名越前面 那我们就0或省略 那干脆你就省略好了 连0都不用打 表示递减 按确定 然后呢 向下填满 这样的话呢 你会发现 排名就列出来了 第一名在这里 这个34号 他是1万次出现606次 相对有较高 第二名的话呢 在这里 604次 有没有 第三名602次 那这样就很快就做完了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刚刚有没有 第一个先定义好名称 我要用康义符跟康乘 那这个就 这个 记得分数是用这个 ok 再修改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试一下 所以你会发现第一名称 可以 直觉的 你会发现 公式 整个就清爽了 第二个 看公式 你也会比较看得懂 所以其实第一名称 我觉得还蛮有必要 用在你工作上面 而且特别只有 如果你的范围 是很大的一个范围 或者是说呢 他是跨工作表的 那我就建议 你就有必要怎么样 把那个范围 先定义一个名称 再配合F3 就可以拿来存取 这一点我觉得还蛮重要的 我的话 我看有些人 那个 公式乱到一个不行 里面的话 又要锁这个 又要锁那个 他常常就锁乱七八糟的 但如果第一名称 哇 看起来就清爽 另外的话 也不用锁来锁去 还有呢 未来如果跟VBA搭配的话 那简直是绝配 为什么 因为连程式 里面的那个公式 都甚至不用修改 就可以完成 这部分的话 请各位试试看